据台媒报道 台陆军官校一名在7月1号才报到的入伍生 7号坠楼身亡 这已经是台军今年第18起自杀事件 报道称 这名自杀的入伍生隶属于台陆军官校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7号中午 教育班长在查房时 发现其不在寝室 但窗户曾开启状态 向前查看后 贺战发现该入伍生倒卧在一楼草地上 教育班长随即实施心肺复苏术 台陆军官校也迅速派遣救护车 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但最终仍不知身亡 据了解 该入伍生于7月1号报道 本周尚处于教育阶段 并未接受任何体能训练 其自杀原因尚待进一步理清 报道称 这是台陆军官校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开办以来 首次发生入伍生自杀事件 近年来 因为压力过大 负担过重 台军士兵轻生逃跑乱向平生 据台媒报道 2023年9月5号凌晨 台海军陆战队99旅 一名正姓中尉排长 被发现在营区内上吊轻生 正姓中尉父母亲等家属赶到营区后 质疑儿子死因不单纯 是被台军方集体谋杀 我个儿子不可能自杀的 不可能上吊的 绝对不可能 昨天晚上跟我讲说那个连长最近一直在找他麻烦 我一个儿子来这边三四个月而已 是我儿子犯了多大错误 非要把他逼死 2024年3月1号晚间9时40分 负责首位蔡英文办公室安全的台军警211营 一名军警人员在执行卫少勤务时 疑似情绪不稳举枪自尽 4月15号 一名19岁的林姓志愿义军人在结束休假准备回营前 向父亲表示 在军中压力很大 没多久就被发现在新北市五谷区住处坠楼 送医不治 除了轻生自杀之外 逃跑事件也时不时发生 据台媒报道 台陆军八军团203旅第二营 在4月9号接训一年期一无一新兵 两天后 一名流姓一无一难却在高度戒备的军营中消失 台军方调阅监视器发现 失踪的流姓士兵11号趁系翻墙离营 并疑似透过事先联络车辆接走 在逃跑三天后 流姓士兵于14号有四行反营 台媒形容 整个场景宛如电影情节